材料,你真普选 你要真普选,是个口号 背后的价值 就是你认为人、人生而平等 你觉得民主是一种相信的价值 公义、相信的等等 你在这个位置上相信 所以你会引伸人生了这个口号 所以我想带出来的意思就是你不是用议题去划分 或者你不是用不同的议题去决定整个社运动 或者是学生运动的纲令 而是你在背后所潜藏的那个价值 即使议题转了但是价值没有变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民主自由法治公义 这是我家来的 我为什么连我控制谁来 谁来不了 这些资源给谁来的 我是没有这个自由在 那你很难不包含下去那个自由或者这些价值里面 这个第一 第二就是 你是香港人在香港这个地方 他应该是有权例如出入境 去控制哪些人可以来 哪些人可以不可以来 或者他的移民 你看到单程证现在 你是没有那个规划过程 就是你移民去美国人家会考你英文 人家会考你独立 虽然是美国史 但是你来到香港现在是没有 这些过程 举个例子就是 拿终不过一年 你一年归不可以归化为自己人性 如果你一年不能归化为所谓的香港人 但是你是在加注一些责任在现在的香港人身上 一种没有义务的权利就是一种特权 那你是不希望见到这个东西的吗 我想大家都 一开始我同意Beele所说 说我们的纲领后面是有一些理念去配合的 而我们之中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 民主和以人为本 所以我想是这四个很重要的价值 都是去背包着我们整个全面民主化的这个纲预 不只是政制的民主 是多方面的民主 所以我觉得 未来我们打的战场会不会不再是一个政制上的战场呢 而是将整个战场托展到不同的阵地 可以用一阵地战去创 在香港其实不同的战场都应该要有民主化 甚至是有民主的实践在里面 所以未来可能会是 我自己觉得 或者我们资装 其实都是会在不同的范畴上发展这种东西 再重点就是希望可以 换成我们校内自己令男人他们 对于政治这种的性格 在一场运动之前其实真的没什么人会理的 不过完了之后 就是好像我们搞个退联论坛 或者是去课洗楼 其实同学的反应都不错 而我们学生会 就是刚才都讲过 就是会举办多场的民政大会 就是希望换成同学 他们对于政治那种热冲之余 其实他们都希望 就是尽我们能力吸纳最多的同学 就是他们的意见 接着我们再负之实行 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 国际体要关注 他接着我们都会同时关注ISISIS 另一方面就是在本地议题上 我们会着手在房屋 包括青少年住屋的问题 就会引申到一些城市规划等等的问题 而我们各样社会 或者我们自己本身有一些议题 是都比较想跟进的 就是普教中这些议题 就是关乎到香港人 或者其他这些议题上的讨论 我们希望可以着手多一点点 这个范畴其实都会留在学校里面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学生会 例如说我们会继续推动 校正民主法 中共如果想控制香港那种思潮 其实只有两个方法 一就是传媒 二就是教育 而我身为学生会 其实教育那一道 就是刚刚都谈过 就是希望可以捍卫远校的自主 而往校董会那种的咨询就是 永远都是在一种 房仔里面就进行一种 半封闭式的 智询 接着那个时间也是在上课的时间 很多同学和教授都来不了 接着我在上面就提议过 希望以后校方他们那种 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希望都可以比较公开一点 就是在天鹅那里进行回 我们叫野草啦 这个野草不是乱作出来的 就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理念 去托展到整个社区 所以是说 就是如何回应刚才议题 如何打以合理的议题 就是那个政改 或者民主运动一定会继续打的 但是是不是再是一种 只是政制上的民主呢 那我们就觉得 不应该是这么客艾的 对民主的理解 所以是会是 就是会托复回民主 去到这个的可能是 经济民主 或者是一个城市固的民主上面 就是可能是说 经济民主可能是 好像中大本身里面有合作社 那会不会在中大里面 有更加多的合作社呢 另一方面就是 工人 是否应该有他自己的基本的保障 例如是 集体 集体谈判权 或者是 标准公事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经济民主的体验 另外就是 城市规划上面 现在城规会是明显一个不民主 就是整个城市区学制度 就是一班由特首去委任的 一班所谓的专业人士去 去操控整个城市区学的权 所以其实这一方面 其实我们也是会很着重 就是要希望改变这些制度 就把民主的这个这样的原则 是放在不同的社会的不同范畴上面 那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方向 而作为学生会 那当然是要顾发学生的利益 那就是一个高等格的议题 那这方面都会放很多的心机下去 就可能会是说 未来校董会 校董会教务会的一些改组 要有多些原生共治 就是要有多些学生和基层员工的代表在里面 还有要看看可不可以去 改变这个政文恶法 就是那个梁振英特首 一定可以成为大校监这个条例 那我们就是希望是要 就是香港人和本土的利益为优先 所以我们也都会比较关注一些 一千多行问题的普教中等等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 就是去保住我们香港自己的文化 和我们香港人自己的权益 除了社会议题 还包括一些希望做到私生共治 学生自治 还有包括到要推动这个 这个这么大的建构的发展等等 就是譬如我们上一届的 当时好像我上莊 就要求了这个校方 就要正式展开这个 就是浸污大学的条例 修改的咨询程序 这样是进行了之后 我们就会希望可以慢慢推动回 亦都要咨询同学和整个大学社群的意见 希望大家会对这个大学条例怎样看 就譬如好像刚刚有风说过 就是校监是不是真的可以做 不是就是 CY是否真的可以做我们学校的校监 又或者校董会的组成里面 就是校外的人士 是否要多过我们校内的人士 或者其他教师或者学生选出来的代表等等 在这方面我们都是会继续去推动的 然后还有另一方面 譬如一些有关乎院后子主学术自由的问题 教资会的拨款 学校会拨等的问题 我们都希望可以做到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甚至高等教育的问题 就是归根究底 都是我们源自这个 我们对这个政权的不信任 所以其实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都依然是正概的议题